中国有一个微博的博主 入住五星级酒店 发现好怪的景象 就是这个楼梯间 怎么一排一排一排的放的 都是免洗拖鞋 而且看起来都是有穿过的 那么他就说 不知道这些是继续给房客用 还是给员工去穿呢 而曾经在酒店实习过的 网友就说了 他们在酒店里的工作就是 其中一样要把洗过的拖鞋 装进包装袋里头 意思就是再重复拿给客人穿 也让人直呼 真的再也不敢用饭店里的 一次性用品了